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变成了直立行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病出现的是特别普遍 而且就跟这个直立行走是密切相关的 您能不能够猜得出来是哪一种疾病 腰椎和颈椎 我觉得也是腰椎颈椎啊 压力特别大 那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样的问题啊 星星那会儿没有 变成人以后啊就都出现了啊 先请出今天的专家呢 是来自于北京康复医学会的金建华医生 欢迎 您好 金医生欢迎您啊 欢迎您 来 让我们的牌上来啊 您看刚才咱们大家啊 猜了一圈 好像都跟这个骨头是有关系的 大家最困扰的一个病呢 痔 痔疮痔 对 所以怎么跟直立行走就有关系了呢 人体呢就是以后受地球的引力 只要是握手人生 从直立行走那天起 大部分我想呢 也都要受到这种病的困难 肯定是挺普遍的 您先做做 我们慢慢给大家介绍啊 那咱们来看看 对于这个痔疮您究竟了解多少 咱们先问问李征啊 李征那个咱就不隐晦的说了 那痔疮肯定是在肛门周围出问题了 对吧 你觉得是 它什么地儿出问题 是肉啊 是这个血管啊 还是里边的什么东西啊 你猜猜 肉啊 肯定是肉 肉 类似像吸肉一样的东西 那您看咱这个 就肛门周围多出来那块痔疮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不是一块肉 是曲张 是什么曲张啊 是血管的 有的是血管曲张 有的是继承黏膜曲张 我呢去给大家做一个 做一个实验 这就知道了 大家比方说这种属于是肛门 就是一个是肛管 这是一个痔疮 再是长期的就是人呢 其实人作用呢 就是排便的时候作用的压力 就会是什么 哦 挤压开来 挤压 一使劲那血管就会 对 这一块呢 就是曲张 血管曲张 哦 还有的呢 用力就是变干燥的时候呢 可能要破 形成是血管破裂 可是这个性子 不是说一块肉啊 是什么呢 那咱们来看看啊 在这个人群当中啊 是男性还是女性 更容易得痔疮 您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哪一类人更容易患痔疮呢 您感觉身边是男人多呀 还是女人多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反正我身边很多 什么朋友啊 同事啊 有时候经常说 哎呀 我这儿有点不太舒服 是不是不能坐 然后我就站着就好了 那时候我觉得 可能是男人多 而且有句老话 都要说什么 十男九智啊 有智不在年高 但是女人吧 就像有一些 就是尤其生完孩子的女孩子 也会有得这个问题 因为比如说顺产的时候 她可能产生了一种压力 什么的 她也容易得这个痔疮 那咱们来看看 我们现场观众会做何选择啊 相对应来说 大多数人觉得 好像男人更容易患痔疮 十男九智嘛 对 还知道了 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来看看啊 经过调查发现 女人 女人更容易患痔疮 就这个好像和我们看到 周围的情况不太一样哦 这种病呢 是跟人的一个 人的生理有关系 大部分是女童子怀孕 分娩 分娩生孩子 腹压增加 分娩的期间呢 那一劲呢 有的时候呢 血管破裂 猛然间的血管破裂 和血管曲张 这个呢 主要是一个生理问题 所以说呢 十人九智 十女几乎是十智 但是不过是有轻于重的问题 经常有老人说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好像普遍都是在岁数大的年龄段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年轻人 是不是无论男女 他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呢 还是仅限于老年人 他可能得的几率更大一些 这事咱可以先问问观众 四十五到六十之间 好像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也有 有志不在年高 大小孩都有 大人小孩全有 跟年龄没关系 这个各个年龄的都有 但是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最小的 请大家猜一下看 是多大 六岁 这个呢 我告诉大家 我呢 其中做过一个最小的 三个月 三个月 这不可能 就刚出生三个月 才得志愁 出生三个月 这个孩子呢 三个月吃什么 当时呢 是吃母乳 最后呢 不知为什么 母亲的奶不够了 添加了这些呢 别的奶粉 最后吃完了 孩子拉肚子 最后拉肚子呢 一直这孩子呢 拉着呢 一直哭 闹 最后呢 他们家里边一看 这孩子呢 肛门上有点红肿 就到了医院去了 到了医院以后呢 当时大夫给他 缺点是什么 浓肿 叫消炎 打点滴 结果也是 痴疤的一种 这是肛门上的一种 但是这个病呢 就是不分年龄段 哎呀 我觉得刚才老师说啊 这个病不分年龄段 那我想问一下 那分不分职业啊 就比如说 有什么职业 比较容易得痔疮 但是这个病呢 职业呢 也有一定的关系 长期的久坐 久站 就像司机 还有你的主持人 这一块长期的久站 这都可以引起 不是久坐的话 是容易得 但是久站应该没事 它久站的之后 也引起器械下队 就是刚玩这个地方呢 引起这器械下队 那职业还挺广的啊 比如说 收货员 IT从药员 天天站着指挥教 教师 老师 还有这个素心 白领 对 办公室里的那些人 不都是整天整天地坐着 所以说 这种病呢 就是说 特别地普遍 就刚才提到 十男九治 或者是十女十治 所以人群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咱也会常听说 说这人要有痔疮呢 要么是什么 内治啊 外治啊 各种广告 现在飞到还满天都是 是吧 各种痔 咱得先搞清楚啊 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而且这个各种痔 又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让何博士呢 来给您演示一下 有请何嘉 好的 小季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痔疮的分类 那么现在在我这里呢 有一个这个小屁屁的模型 那么我们把它做一个抛面 翻过来看一看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出口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肛门的 示意图 这是一个代表肛门的结构 那么在它的里面呢 这个管道呢 是直长 我们已经把它抛开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我们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标志性的结构 那这个位置呢 在位于肛门口 大约两到三个厘米的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条分界线 那么它的这个专业术语呢 叫做齿状线 意思呢 就是它就像这个 很多梳子呀 带齿的这种感觉 大家看一看 我把它画一画 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如果啊 是这个齿状线以上的部位 有这个静脉的曲张 那么它就叫做内置 那我把这个橡皮泥贴到这里 盯上 那这个就是内置 那一般来说啊 这个内置呢 它在早期的时候呢 仅仅啊 是有一点坠胀感 就觉得这个肛门里面 好像有东西 有可能呢 还有比如说排便之后啊 觉得好像总是没排干净 再一蹲下呢 好像又排不出什么来 那这个就是内置的 早期的症状 那如果它继续地往外 往下发展 那么拖出来了 最后呢 发生了这个卡住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它才可能产生疼痛 那如果这个痔疮啊 它是长在这个齿状线以下的 我们再换一个橡皮泥 如果长在下面的 在齿状线以下的呢 这种呢 就叫做外置 那外置呢 一般来说啊 它也是没有特殊的症状 但是呢 因为它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部分呢 可能漏在了这个肛门口的外面 所以呢 往往啊 可能受到一些机械的摩擦 可能会产生破溃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有发炎 肿胀 那么它就可能产生疼痛 那我们还听说过一种 叫做混合制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痔疮啊 它可能跨过了这个齿状线的区域 在这个齿状线上面有 下面也有 这个大坨的这个 这个就是混合制了 说到这三种痔疮 它们的形成原因啊 那比如说这个内置呢 它就有可能和这个女性朋友 比如说它有这个认身 生育的历史 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呢 还和这个饮食不节 食物当中的一些物质 造成的刺激有关 那么这个外置呢 有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排便用力过猛 造成了这个肛门口部分的 这个皮肤啊 或者粘膜撕裂 那么如果发生了撕裂 当身体在修复的时候 它有可能就形成一种 结结状的这种增生 就会形成外置 那么混合制呢 往往啊 都是因为内置发展到一定程度 逐渐地往下蔓延拖出 而变得很大 这个时候形成的混合制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种痔疮啊 都是和这个生活习惯 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呢 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要引起重视 小敬 好 谢谢何佳博士啊 现在咱们搞清楚位置了 有些人啊 还特别不明白 说我这好端端的啊 也没有什么不良习惯啊 怎么就长出痔疮来的呢 肯定还是有原因的 只不过啊 你没有意识得到啊 咱们给大家寻寻原因 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下面的哪一种情况啊 是最容易导致痔疮的 您看看您是不是经常就有这样的问题呢 是精神焦虑吃辣的东西 还是经常会便秘呢 现场一百位观众请表达一件 我是属于那个经常吃辣 我是就是吃辣 但我一点没事 因为本身就是湖南人 那咱们来看看我们现场观众们的选择如何啊 跟什么有关系 选择好像比较多的是便秘啊 那我们等会儿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和什么样的习惯有关系 无限级提示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哪种病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 就是说大家最困扰的一个病呢 痔 专家将会运用中医手法 为您巧除痔疮烦恼 敬请收看 大家回到有5CB主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咱们提到啊 其实得痔疮的人挺多的 那得找一找原因啊 你是不是有便秘的问题 这个才是最容易导致痔疮的 就是说人一旦得了便秘以后呢 排便到肛门口上排不出来 用力 这样呢就会引起这肌经肺血管驱脏 破裂 破裂以后呢就逐渐形成了痔疮 有时候痔疮呢破裂出血 反而又引起这一个便秘呢 将来呢会越来越加重 这个便秘的影响不但是影响痔疮 而且呢会影响很多诱发的很多疾病 特别是你说你们年轻的女童子啊 会引起脸上皱疮 到中年以后呢 说实话呢一般的情况下 到了40到50岁左右 就会影响呢更年期 几前 但是甚至呢不但是还能有引起的人的一个心脏 血压 再有一个呢甚至会影响生命 我给大家说一个 就是对我来说呢也算是很惋惜的一个 比如说我的一个患者 老头呢是老人家75岁 他就是移植呢就是因为是便秘 痔疮引起的便秘 当时找我去瞧病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病呢需要手术 他说呢就是四天 他还要过75周岁的生日 我说那你就等到生日完以后 那就看你吧 结果呢到了四五过完生日以后 我这位一等给他家里面打电话 我说怎么回事 他儿子给我过来说呢 老头不在了 这原因在哪呢 他说老头上厕所 最后呢上完厕所以后呢 就摔到厕所里边 结果家里边拉到就到医院 没想到过来是脑溢血 因为他老头呢长期的有便秘 每天呢都要起一点开车路 但是那天呢正好没有这个 开车路 在家里边开车路呢 正好没了 说实话自己老头想呢 就是说我自己拉吧 老头这个便秘是 纯粹就是因为一个 痔疮引起的钢管狭窄 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要是如果说提前早做手术呢 这是很简单的 有个三两分钟的手术 作为一个呢就是把钢管 稍微呢一松拟 就完全可以了 好多人其实并没有太在意便秘这事 反正就是说这是可能老人家常有的毛病啊 咱们吃点这个润肠痛便的 食物也好或者药物也好 或者甚至用点开载路就过去了 但没想到其实它长期引起的这个痔疮 甚至是带来这种危险性 这个真的是问题挺严重的 但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是吃辣的 我觉得这一个就我们接触最多 可能年轻接触最多就吃辣 这一块呢说实话就是辣椒刺激 这一块我给辣椒更一下名 说实话吃辣椒得痔疮呢 这个是呢没有绝对的 痔疮不要会辣椒 为什么说吃辣椒得痔疮呢 是证明恰恰你有痔疮了 吃辣椒以后的刺激 在没有痔疮的情况下 吃辣椒呢 是没关系的 用上这一个辣椒呢 它还气到一个是什么 缓解便秘 有的时候呢你食欲不好 吃点辣的 增加你的食欲 多吃点东西 促进这个肠的蠕动 排便呢 对啊 我就在想 这个问题就是 这也是很多父母 老是叮嘱年轻人的 因为现在像年轻人 每次都有这个手机啊 这个然后iPad啊 一进厕所就喜欢拿着玩 拿着看 对 耽误很多时间 这时候爸妈妈就在门口 就喊了 哎呀别老看那个 小云引起便秘 倒是得痔疮了什么的 像这个东西会不会有关联 当时这种习惯呢 我建议呢大家要改了 然后呢排便的时候呢 要击中精力 排完了洗洗 出来就行 你说坐的时间长 是不是那一部分 也是就往外跑啊 对 但是还有一个呢 您刚才前面不就说嘛 长期的久坐就这样 而且我是带着 这也变得多这一点 而且在马桶上面 蹲的那时候呢 你就想想 那块刚好是空的 对 这时候呢 就没有这一个 后背的这一个 裤子什么的着力 这至少呢概率呢 就比那样又更大 但一般要说到 什么痔疮呢 咱们可能第一反应 就是在排便的时候 会有血啊 但您刚才也提到说 便秘也算 然后那个排不净的感觉 也算 这好像痔疮的症状 和反应都挺多的 就像你说的这个痔疮里边 低血 带血 喷血 痔疮呢 它要分几个 要分几个了 严重程度不同是吧 对 就像这一个 我现在要给大家说哈 这一个 就像这个 在一期的情况内置 而且呢 就是有点是 低血 喷血 而且有的这种躁腾 就是跟针刺的时候 但是这时候呢 排放面以后 很快就过去 血不多 一点点 有的时候一点点不多 但是自己反射的症状呢 不是那么太明显 但是到二期的时候呢 它这个症状就不一样了 二期的症状的时候呢 就是感觉了呢 低血呢 比过去多了 而且就是 坠感呢 比较明显了 有的时候呢 形成了一种呢 血管破裂啊 可能就有点胀痛 有的时候形成一种酸塞 但是到三期的时候呢 症状就是分一二三 到三期的时候呢 就是排便的时候呢 拖出来 有的呢 能制动回复 有的呢 就必须用手把的推回去 就是说 刚才咱们讲的呢 多少什么在 什么便秘了 吃辣椒了 这时候呢 就可能要促进 它这一个症状的发生 所以说这时候 你就感觉着疼痛 等等这一切了 对啊 所以真的要是出现了 这些反应的时候呢 刚才也提到 你要是一直不太在意吧 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 所以啊 咱们可能平时在家 一旦有痔疮的话 多少会上点药啊 或者用一些处理的办法 那看看您用的方法 到底对不对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用水来清洗的话 用哪一种水清洗 是有助于缓解痔疮的呢 是温水 热水 还是花椒水 现场一百位观众 请点赞一件 我觉得这个花椒水 它本身是有这个 活血化瘀的功效嘛 那可能会痔疮出血 它第一个 把这个血给洗掉 第二个 它又把这个瘀的 这些毒素 能够给排掉一些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场观众们的选择 来看看大家的意见 大多数观众选的是用温水 或者是用花椒水 哪位观众选的是花椒水 请举手示意我 就花椒水 是一个民间小偏番 反正说的人挺多的 所以我还真用过 真不管事 有副作用 有什么副作用 糖 原来我有一个街坊 他就是这种 他老是用花椒水 他说这个用完之后 有什么变化改变 他要取到消炎作用好像 那咱们看看 到底用哪一种水 来清洗局部呢 是真正可以缓写痔疮的 我们看看 是不是大家用的 比较多的花椒水 来看看答案是 不是花椒水 咱先说 那个民间偏方的事 因为您看 有三分之一的观众 选的都是这个 而且确实 我们刚才也调查了 有些人在家里就用过 咱就说花椒水 对于平常 那个有痔疮的人 到底有没有用 几乎没有什么用 没有 这花椒水 有没有真正杀菌消毒的作用 花椒水呢 有 这什么呢 不管是你有什么创伤了 以后 好了后呢 用的是比较好 就是快愈合的情况下 打比方说肝肠手术 做完了 十天 一个星期以后呢 这时候又花椒水 伤口就愈合结痂了 对 几乎结痂的情况下 这时候又呢 比较好 而且本身来说 您说热水 本身来说 你有痔疮那边呢 就打个比方说 就实际上运动员呢 去腿 跟他去踢那么一下 瘀血了 这时候呢 他就没有用热水烫 要是用热水的话 会更刺激那个地方吧 用热水的时候 你有时犯病的时候 他会就是在物理当中呢 就会热胀冷缩 有的时候呢 用热水一烫 它会引起一个 更多的曲张 所以说呢 就是在钢肠上面呢 温水是最好的 医生我想问一下 那用温水洗的时候 比如说刚才小姐提到 要有没有什么杀菌呢 什么的 那比如说我现在拿温水洗了 我配一些 比如说那种药液 可以杀菌的 然后那种香皂 也比较 这样可以消毒 这样的行不行 我可以这样明显告诉你 特别是你的女童子 钢门上这个地方 就用清水清洗一下 钢门上本身这一块里边呢 它是有一种 有益保护钢门的 用清水清洗一下 就完全可以 而且你就是说 用肥皂和这一个香皂 等于说跟那个浴液什么的 反而不但起不到你的好作用 而且你把这个油液的这个 反而都清洗掉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 因为你看每次一个上班厕所 你看都得拿盆去接热水 然后再清洗 太麻烦了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 那你现在最简单的不就是 有一个什么 现在就是说有一个把桶 可能就是以后 有个温水冲洗的 不就完了吗 也可能你整天那盆 可能用上那个温度 就完全可以了 对 就是带清洗功能的 那现在这个很普遍 很普通 对 这个水呢 极不热 而且呢 也就是温水 而且又适合你 所以说这样呢 就更省事 那我想问一下 那医生呢 就说我们现在经常 就是比如说要有痔疮 或者说我们想预防 或者是想缓解 那经常我听人说 就是做瑜伽 还有做那个吸气 提肛这个动作 那究竟这个动作 这个提肛运动 是不是有助于这个 防范痔疮 或者说最好是能达到 治疗的作用有没有呢 当然这个呢 首先是一个前提 在你没有痔疮的情况下 能预防 能预防 对 但是呢 一旦痔疮形成 在做那时候呢 不但不预议你的健康 而且还要加重病情 怎么会呢 它不是会把那个血管 给收紧吗 不是 你一旦曲张了以后 越活血越活 越大 特别是有钢裂的 有这一个钢漏的 和这一个砍钝质的 那是绝对不能做的 就别增加它的摩擦了 有可能挤一挤 就会出现新的 出血的问题了 是吗 对啊 它就是说 在肿胀的期间 你这个那些做的时候呢 它反而影响 它周围的这个淋巴液呢 这个受阻的 你反而把它 做着去扩展了 对 它本来说就一边治疮 而且这样呢 你会扩展到 钢管皮肤都会松刺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注意 因为瑜伽动作里面 这个是必须的 有这个提纲动作的 那很多人 女性啊什么的 去练瑜伽 她也不知道 还真是 对啊 这个一定得注意 另外其实咱们还担心什么呀 因为你看那个 肛门局部吧 就那么大点地 你整天烧着它 又出血 又破溃的 很多人就担心 久而久之啊 它会不会挨变了 有这种可能性吗 大部分人呢 就要担心这个 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 痔疮永远它是痔疮 不会癌变 为什么说痔疮呢 它就永远是痔疮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说你这个地里边 种的也是痘子 对吧 它永远 它也不会长麦子 这个地方呢 这一块地里边 种的是麦子 它也不可能是变成痘 就等于说 你没有这个基因 想得这个病呢 也不可能 这一块咱们倒是放心了 不会变癌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你要是长时间不治 有可能会引发便秘 带来心脑血管的危险 这也是要命的 现在有很多人 会用手术的办法来解决 那您对于手术 究竟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得了痔疮啊 是不是一定要手术呢 您觉得是一定 还是不一定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最好还是去手术 我觉得是可以手术 但是你要说一定 我觉得也没那么肯定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刚才医生也说了 它就是也不会引起癌变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大多数观众说 得了痔疮不一定要手术 那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您 无限级提示您健康之路 精彩继续 你是否知道 自己一年吃进去多少盐吗 菠菜 还有这个蟹 还有我的蟹 高盐饮食危害大 控盐现盐有妙招 敬请关注健康之路 了解不可不知的重口味 欢迎大家回到有五级情绪家 冠明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其实真赶上得了痔疮的时候啊 您都不用说这个什么 跑医院啊 看医生啊 您自己在家是真坐不住 您也躺不住 一个字疼 那这个时候到底 是不是一定要手术呢 其实不一定要手术 那都难受成那样 疼成那样 坐立不安了 睡觉都睡不好了 还不一定 但是这个呢 就是刚才大家说 这个不一定是什么呢 从得病一年当中 能发作多少次 比如说得个血栓 通常两天 由他说是病呢 不见得说就是一致为主 而且多少病呢 先从养生角度讲呢 先养养 我也养不好的时候 那就是非致不可 而且有的时候呢 这个痔疮 我今天可能有点 各方面的原因 吃点辣的了 刺激我了 还有什么大便干燥了 突然间今天就有点出血 加重啊 加重一点 但是呢 我要回忆一下 昨天我是吃的这些东西 今天我出血了 我呢 就好好养 养上那么一天两天 那这个就过去 就没必要在这个手术了 而且要是如果说 我养了以后呢 摘不好 而且又疼 影响你的心情了 疼到我什么坐 坐也不吃 站也不吃 一天两天不好的 对不起 这种病呢 也必须要手术了 不是特别频繁的 而且能找到明确的 那个原因的 吃了辣了喝了酒的 引起来的 或者是 疼的并不是那么特别严重的 是可以不选择手术的 要是如果说 干这个手术呢 你就是干咱们 就是人 就是说十人九治 还有说是十人十治 但是这个病呢 你要是干这个发病率 要是如果说 人人都做手术的话 医生得忙死了 做不过来啊 那从您专业的 这个医生的角度来看 就到了什么程度了 咱恐怕还真的 选择手术了呢 要是如果说 出血引起那贫血 经常呢 引起了心烦 每天我为了 怕出血啊 什么的 这以后呢 影响我这也都耐着的 但是要是 如果是影响 你的心情的 这个情况下 我建议你呢 就到医院里边 就要做 忍不了了 就在手术了 对 这一块 而且是肛裂和肛烙 什么乳头腺瘤 像这些病 必须要手术 必须要手术的 但是说一说 这个痴床里边 但是说过呢 说呢 不一定呢 这个有道理 这个痴床里边 它有几个位置 如果说不在这个位置方面呢 就是说 不是说不一定手术 就是终生也可以不做手术 比如说看 人的这个 人的这个生理状况里边呢 就是说按这个表来说 它这个表呢 感到人呢 就是说按这个 痒我 痒着这个位置 就是靠 发的痴床 这个点呢 一般的情况下 在几点呢 三点 七点 十一点 嗯 就是如果说 就这么正面朝上的话 是这意思吗 那这个 我们把这个表 想象成是我们的 肛门周围 对 肛门周围 就是说这个表 就这个位置 要是有痴床的话 就是刚才我点的那一个 三七十一 三七十一 三点的方向 七点钟方向 和十一点钟方向 对 这个三点 七点和十一点 这三个地 对 但是从我们医学 就是生理解剖当中呢 这三点 属于是人的 这个肛管里面 集静脉虫 静脉虫 血管丰富 神经啊 淋巴 神经 血管 这是这三个 最丰富的地方 如果说 在这三点的位置 的这个痴床 就是不管你是早晚 不管是早晚 还是发不发作 它都应该去做掉 是吗 都要做掉 哦 这还跟位置有关系啊 哎 它这是一个位置 如果说 不在这三点的位置上面 说实话 这有的呢 就是说 治疗 这不治疗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这个观点 倒是第一次听说 还得看那个痴床 长的位置如何 关键呢 就是痴床的一个位置 如果这个第二 身人久治那么多 要是人人都需要治疗的话 这一块里面也不 说实话 整个咱们北京市的医疗 也不现实 嗯 全国医疗也不现实 对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 这个是为什么很多人 都害怕手术 主要是因为太疼了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 心理的一张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这个 嗯 有关于痴床的手术啊 有没有疼的顾虑 有吗 我是今年四十二岁 我十几岁就得了痴床 我这叫那个 血栓性的那个 血栓痣 就是特别特别疼那种 完了 从十几岁开始 几乎是 每年犯一次 每年犯一到两次 从内蒙古到北京 所有专科医院 我都去过 因为每年犯 犯哪儿 看哪儿 因为见的病人太多了 我亲眼见过 那疼的那简直 能把一块毛巾 嚼得成粉末吐了 晚上怕吵了别的病 就我的病友 就不敢做 因为我看了好几家医院 这病人痛苦啊 一看那个病人 痛苦的样子 你都不敢做手术 他们会疼到什么样的 一个程度 您能够学习 那就是趴在床上 然后呢 你跟他说话是 你跟他说话 他是没有精力 或者说是 没有精神跟你说话 就是光顾疼了 其实我有个同事 就是他那段是刚漏嘛 然后我们单位 还特别组织 去买个果栏去看他 看他那时候 他基本就是趴在床上 他一说话 就觉得他那个 后牙根直吸凉气 就明显疼了 特别难受 然后都已经在床上 那个趴了十多天了吧 才能勉强扶着墙上 医院走廊 没有那个栏杆嘛 像病友来扶着走 罗伦你提示 这个手术为什么做完之后 比别的手术都疼啊 肛门这个肛管 这个贵质的地方呢 神经淋巴 分布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 而且每天呢 也都要用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是多少人 在这期间里边呢 想治又怕疼 不治自己又难受 主要的一个 就是怕的一个字 就是一个疼 用上我在北京 做着四万多粒手术 每到一个病人 就是第一句话 金院长疼不疼 您怎么回答他们呢 在肛肠病治疗方面 疼 我们呢是彻底地解决了 这个疼痛的问题 就是您现在这儿有一个 特别的技术是吗 这块里边呢 说我们是第一 第一 第一步就是先穴位麻醉 穴位麻醉 对 就是阿之穴位麻醉 这是一个刀 这个呢是一个针 这个钩呢是哪呢 第一 用就是穴位 阻断穴位痛的 二 这个刀呢 就是把这一块呢 去永总的治疑后呢 包离 来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想像一个 这是内置 这个是血管 就代表一个血管去张 看下这一个呢 这个针刀呢 工具呢 就是一个是阻断血管 像说当时这个血管呢 没有那么粗了 一个是阻断这个血管 阻断血管后呢 这不现在这一块呢 用这个工具 其实是一个刀 而且呢就是说 把这一块里边呢 阻断呢 里边去阻断 外边呢 整个的一个是 切掉 包离 对 切开 这样呢就没有什么疼痛的问题 那咱得客观一点说 因为术后毕竟那块是有一些伤口的 您要不要缝针呢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处理啊 但是精神疗法的特点就是说 一不缝针 二不用消炎药 手术后呢 就是说配合的一个中药 大伙可能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血节呢 它的作用呢是 你要是口服 它是活血 滑孕 你要如果说 外用 外用 它是僧肌 子血 脸疮 那术后我们用这个 是用外用 是内用啊 外用 外用 对 敷的伤口上 是外用的 对 就是直接敷在伤口上 而且这一块呢 就像这一块里边 大家看看清楚 什么药 它就是说是吗 活血止疼 烧肿生肌 这个就是说 把这几个 它这些作用于什么 血栓啊 浓肿 这一块 还有一味啊 对 而且这一味呢 是乳香 它就是震疼的 一个是止血生肌的 一个是活血止疼的 再一个是能够 正好消臃肿的 对 这几个药呢 就是不同的病 它有一个 不同的一个搭配 你如果说是刚漏 三两分钟手术过后 主要的就是开 去服 生肌 这一块 要是如果说内质 混合质 出血 这时候呢 主要的一个呢 就是说 取得一个止血 生肌 消炎的作用 那咱们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首先在手术的过程当中 您是用那个 点血的办法 把疼的那个血 给它封住了 然后术后呢 咱们再用一些消炎 止疼 消肿的一些中药 来处理这个疼的面 大家比方说过去 在皇宫里边 这些肺子得了这种病了 而且又是 刚才那些患者说的 怎么个疼 而且那时候呢 浩格脉还要牵线 而且你说这一块 又是一个隐私的一个地方 太医呢 这些病又不能看 但是这个位置 这个包在哪儿 你说又不知道 就是说这一块里边 太医怎么商量呢 就弄这个椅子 淡成面 而且淡成面 薄的薄薄的 就是说让这个 就说这话 跟那个牙壳里边 咬牙印似的样 让这肺子呢 坐在上面 哪个地方有一个 被沾着面粉的那个印 那就说明那地儿 是长痣穿了 就在这个位置下面呢 把手术刀 就是这样 针刀手术刀 埋到下面 就这痣 但是呢 就是确定这个位置以后 就是往那一坐 就是说等于说 这个是用这个针刀呢 破 破了以后呢 就是浓血出来 就是配合这个药 我听明白了 这个是咱们中医传统的 小针刀疗法的一种特色 就是这个手术呢 一个是用小针刀 它窗口比较小 会减轻糖透 再一个是术后 配合上那些 能够化瘀 止痛的中药 就可以卷痛了 能够帮着更好的吸收 让它这个痛苦减轻一些 那像这个手术啊 医生我想问一下 那是不是手术完了之后 就绝对不会再复发了 我可以这样说 不管是我经测疗法做 还是这个什么呢 下面一个相对卫生医院 包括咱们三家医院的 大专家什么呢 谁做都不会复发 用上钢门 它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你自己看不见 而且这个地方呢 你得到这一块 这个痔疤里边呢 你这边做了 用上你原来都没有 它不可能说 把钢门整个的 这一圈强给你拿掉 你这个地方得了 而且它两个的症状呢 又几乎伤势 所以说你认为呢 是复发 其实那叫心发 对吧 又心长出来的一个 不在同一个位置 它一个是不在同一个位置 但是钢门这个地方呢 又不见得说 我医治呢 就是医疗友谊 这个也不可能 所以平时生活当中的预防 是最关键的